前龙鲍鱼 前龙鲍鱼 此菜为广东高档风味菜肴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有 西兰花 虾仁100克 鲍鱼 配饮的调料有 嵌汤50克 味精0.5克 还有袋子100克 还需要酱油少许 蚝油少许 鲍鱼汁50克 胡椒粉少许 还需要精盐0.3克 上汤和白糖 配以点缀有胡萝卜花 还有葱片和姜段 好 现在来开始做这道 前龙鲍鱼 炒锅上火 注入水烧热 然后下入鲜袋子 鲜虾仁焯水 焯透以后 沥净水装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放入水 盐和味精 用旺火烧热 然后倒入摘好洗净的 西兰花焯水 把西兰花焯透以后 倒出沥水 装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炒锅上火 放入油烧热 烧至三成热的时候 下入焯好的鲜袋子 虾仁泡油 烧烧烧热 泡油后 迅速捞出沥油 装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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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热以后 下入焯好的西兰花 再放入芡汁 少许的水淀粉 再淋少许明油 装入容器中 再码入点缀好的盘中 炒锅上火 放少许的油 放入葱段 胡萝卜花片 倒入泡好油的鲜袋子 虾仁 再加入芡汤 淀粉 胡椒粉 然后翻炒均匀 再淋上明油 盛装在西兰花上 炒锅重置火上 放少许的油 下入爆汁 上汤 再放入鲍鱼 再放入鲍鱼 烤油和酱油 进行烧制 不放入鲍鱼 第二车 jed agree 烧至入味以后捞出鲍鱼装入容器中 锅中鱼汁继续上火加热 随即淋入水淀粉 调好颜色 最后淋明油离火 现在将制好的鲍鱼 放入装有西兰花、虾仁、鲜袋子的盘中 随即将烧好鲍鱼汁浇淋在原料上 这样这道乾隆鲍鱼就已经做成了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鲍鱼要烧至入味后方可取出 乾隆鲍鱼这道菜的特点是色彩艳丽营养丰富 这道菜